这个是我们1月10号栽种的水果黄瓜 现在是4月5号 将近三个月了 前两天阴雨天的时候上了霜霉病 不过现在控制住了 再往上没有感染了 这种水果黄瓜 它的切瓜能力我们是不用去怀疑的 这个是采用的半水培再培 大家可以看里面的根系 这是村里面黄瓜的根系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再培基地 我是柴哥 像这种水培或者要半水培种着黄瓜 想要保持一个好的根系 我们除了在种植过程当中 依稀值不要太高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15到20天 使用一丝海盗精 直接把这海盗精溶解以后 投放到我们这个除业池里面 这样的话它通过营养液的循环以后 就把这个海盗精呢 拾入到根部位置了 供这个根系的吸收 我们下屁随的招呼 我们下屁随的阻碍 我们下屁随的阻碍